随着11月的美国大选日越来越近 留给特朗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特朗普欢天喜地接受共和党提名之际 一批共和党人却纷纷站出来宣布不支持他 还有人直接倒戈支持拜登 所谓强倒众人推 据美国政客杂志报道 特朗普的一群老部下 也正在招募现任和前任特朗普政府官员 已发起另一反特朗普组织 报道称 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前国土安全部官员 麦尔斯泰勒和伊丽莎白诺伊曼等人 已成立了反特朗普组织Repair 意思为共和党修正和改革政治联盟 其成员将包括正位或曾为特朗普工作 但有意愿支持拜登并改革共和党的人 政客杂志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 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政府内部已有两名高级行政官员加入其中 其中一名官员已制定初步计划 已在大选之前透露自己的身份 知情人士还称 该组织正在准备一个重磅炸弹 最早将于25日公布 另外他们正在努力 让20到40名前共和党官员加入该行列 据悉这一反特朗普组织寻求修复共和党和美国 另一组织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选民 将为这一新组织提供初始资金 直到它成为独立组织 该组织退出的第一个项目被称为公共唤醒 这是一系列的匿名文章 内容涉及为何现任和前任共和党官员 认为特朗普损害了共和党和美国等 后期该组织可能还会投放广告 让特朗普政府前官员 爆料自己在为特朗普工作时看到的内容 发起人之一 泰勒曾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土安全部幕僚长 本月17日 他在一段视频中公开抨击特朗普 表示自己支持拜登 泰勒称特朗普已经证明他并不适合当总统 一些人已经从内部亲眼目睹了特朗普政府的混乱局面 他们将致力于阻止特朗普连任 报道提到 在23日的一条特文中 泰勒似乎仍在向为特朗普工作的人发出信号 以招了他们加入 他喊话特朗普政府中那些还有良知的人 和其他已经离开的人应该挺身说出知道的真相 目前美国已经有林肯计划 拜登四三校友 正确一方 应有项目等多个阻拦特朗普连任的共和党成员组织 而被几大组织围攻并高调拆台 特朗普的竞选之路注定不会平坦